好 米娜和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肠粉 这个肠粉是我们在网上买的 我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 粘米粉和食用小麦淀粉 然后我按照它这个说明书做一遍 之前在家里也自制过肠粉 用的是玉米淀粉和粘米粉 100克的肠粉 250克的水 好 搅拌均匀 其实在美国比较难买到小麦淀粉 平常用的是玉米淀粉 这一盆是我们上次包包子 包蒸饺上的馅 其实做肠粉是处理这种馅料 多余的特别好的方法 我准备一个蒸蛋糕的烤盘 刷一点油 小厨里喝奶去了 咱们现在先倒入一点米浆 放点肉馅 水开上锅蒸 我看那个说明书是蒸一到两分钟 可以了 已经有一点起泡了 用一个硅胶的刮刀 或者用一个硅胶的锅铲都可以 再刷一点油 到之前要过一过 因为水和米浆分成了 好 上锅蒸 第二锅也好了 第三个也好了 100克我估计应该可以做5个 这个就是成品了 我们也没有别的料汁 就弄一点蒸鱼豉油 第四个也好了 都鼓起来了 另外你要不会做那个料汁也没关系 放点蒸鱼豉油也非常好吃 这个肠粉的口感已经特别像你在饭店里面买的那个肠粉 软软的糯糯的有一点点黏 和之前我用中筋面粉和玉米淀粉混合起来 做的那个肠粉 对比一下发现 之前的方法做出来的肠粉 那个粉会比较硬 稍微硬一点 而且蒸出来的粉皮比较厚 它的口感 肯定是没有今天买回来的这种玉拌粉好 用粘米粉和小麦淀粉 其实粘米粉就是大米 用大米磨成的粉 我觉得小麦淀粉才是做好长粉 很关键的一个成分 其实我们家人非常喜欢吃广式的早茶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也去不了早茶店 所以自己做一点长粉来安慰一下自己 今天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90万了 单日的新增病例破4万 跟之前我个人的感觉一样 你根本感觉不到拐点 好像今天这个数值才达到一个顶峰 接下来整个五月份 各州都计划着复工 所以也没办法估计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拐点